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都是功夫片渐渐展露出内心的这个演技的喜恋 开始尝试文艺片也让人感到拍案叫绝 哎呀 真是 现场这一阵骚动 我们快把它请出来 欢迎李连杰先生 好 先 先 先了 这几天节吗 你就这点东西啊 13响 要凑到13下 制作单位是说什么你会13响啊 又怎么样 所以说 呼呼 那个那个那个 哎呀 你这个箭子踢得好 踢箭子啊 我看你在跳绳呢 你 你跑来干什么 是不是啊 不是 听说李连杰要来 是 我跟你讲 我的功夫喔 数十年的这个造诣喔 你话都讲不好还会有造诣嘛 练功夫的人都着语言语 哦 运动的小脑特别发达 大脑差点啊 哎哟 哎 很难看到大小脑都不发达的人 所以啊 我今天要特地来挑教 其实我已经下了通告了 是的 听李连杰要来 马上赶到现场来 什么意思 跟他讨教一番 我就不相信他是功夫皇帝 不是 我不是跟你在开玩笑 你说来这个 一堵他阁下迷人的风采 讨教的话 你知不知道 我要告诉你 李连杰先生 他的功夫不是开玩笑的 他是少林寺的是吗 是少林寺 算什么 那我是佛光山的 对 那这个我们就对你尊重 阿弥陀佛 你别在这边打球了 一块来欢迎 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这个偶然的情况下 我们特别呢 到现场把他接到我们龙熊虎帝来了 欢迎李连杰先生 李连杰先生 欢迎 欢迎 李大哥 你好 你好 跟我们龙熊虎帝的观众问候一下 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 现场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李连杰 太好了 这个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两位呢 这个没有机会 跟您也有机会 就站在一起 他们也有点紧张 这位是涉地 右边这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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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唱着他的歌 您试试看 能不能听得出来什么歌名 一个美国朋友 我记不住歌名的 记不住歌名的 你是以退为进啊 真的 他唱的不错 我是来自北方的一匹狼 不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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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呢 是以我们歌坛的一位新秀 烏龙江以南的 曾经出家一段时间 叫做黄安 因为他这个听说 您今天要接受我们访问啊 嗯 就自告奋勇啊 到了现场 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不担当 不担当 我刚才其实啊 不瞒各位 我刚才那个十三打 好像不是这个 国术里面的 是不是 他一直说他会什么 十三想什么少林 我就看很多功夫片 明明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三 那是 没有 其实有很多 中国的拳法 有成百上千种 哎呦 那么 那么 后来加上不断的电影啊 电视的 艺术夸张 又加一些名称进去 所以一套拳 可能有五个名称 六个名称这样 哎呦 是这样的 对对对 其实呢这种拳法 也在中国有一种拳 有比较相似的 叫通辈拳 通辈拳 这是什么十三打 十三打 您在这辈子 没听过十三打 十三打 我刚刚听说 刚刚才看得到 你刚刚才听过 所以这个真的 那是国剧的 十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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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讲的通辈拳 又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 通辈拳 其实他就是 很难说的 很难说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就是 有点甩手 甩手 哎呦 他也颇好想趴劫 对对对 对对 这现场 我们不知道电视机 不知道有没有收到 那个声音 硬瞧硬 很短的时间里面 出现好几个声音 他有好几个动作 联系在一起 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是是是 直接 其实 这个很平常 这我们 我们国军都会 国军 我跟你讲 我们国军练了个半死 到下场就是 到总统府前面踢正步 国军 我还解放军 你这这这这 我示范一下 也有声音了给你看 有声音 开玩笑 我们听听 这什么 停这脑筋 这状态大概维持 表演多久了 这哪有声音 那时候我们要讨教他 就是 刚刚看了一下 硬瞧硬嘛 马步有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为了练这个 也是占了 其实 其实这个练久了 如果会用的话 也蛮厉害的 我刚刚看您这样 他到底能伤人的地方 是在哪 没有 他这个现在一个是 上半身吧 上半身他一个走步 其实很简单 只要加一点腰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武术的动作 对不对 一个走路 一抬腿 只要 就是弹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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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用 也能防身 也能伤人的 开玩笑 十个八个 进不了他的身 怪怪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呢 我看完这个我就想到 有一位 我们也是国片界 走开功夫片 叫李小龙 李小龙先生 你要问什么呢 听说他发明一个截拳道 是手放得非常的软 到达肌肉一寸以后呢 握拳 把所有的这个动力加速度 凝聚起来 您的意思是问李先生说 他给我们 截拳道 我示范给你看 不用了 你伤不了任何人 他讲的问题是说 您同不同意李小龙先生的那种截拳道 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武术家 因为传统的中国人呢 都比较 比较保守 就是 我练外加的 我就练外加 你练那加就练那加 你有你的好 我有我的好 大家争来争去 那么李小龙呢 就可能就是他 比如他亮的两截棍 就电影里 嗚 双截 双截棍 有两截这样棍 其实这个不是 李大哥讲话 还有你在修正的吗 你什么 你非要多一截 两截就是两截 没有是两截 因为中国的兵器呢 就三截 听到没有 他用的兵器是两截 因为这个兵器是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东西 菲律宾的东西 它是从菲律宾学来的 那么他所习惯用的李三角 他的脚呢 其实有一点点是 跆拳道和空手道的脚 他的步伐呢 有点跳舞 还有阿里的这个拳击的步伐 对啊 对啊 那么他的拳呢 就是永春的拳 所以他把各家之常 把优点都 都集中在一起 就创一个绝拳道 不光是动作 还有他一套理论 那听您这样讲 您对这个李小龙先生 研究的相当的透彻 那那一部电影啊 您感觉到他拍的那个角度 据我知道您最近 正在拍这个 也是跟这个民族英雄的故事 有关系的 对 因为这个故事 可以说就是续集了 其实是同一个故事 只会重新的包装 因为这个故事也是我 十一岁的时候 头一部看动作电影 就是这个金武门 这样的 然后走到全世界各地 每个人一见到 穿一个麻布纳的这个 底子的布鞋的人 在非洲都见到一场 哇 Chinese功夫 对对对 每个人都呜呜呜 这样 一见到穿这个衣服 就知道中国人很厉害 是 那么我觉得 怎么样来拍他这部戏呢 这个我觉得 我的压力倒不是最大 最大的压力是 我们的动作导演 因为以前的电影 动作非常的出色了 都您自己排的吗 我们有一起商量 我们有个创作组 这样一起商量 那段时间 有李小龙正后群 我们等公车插队的时候 我们过去 不要插队 很难笑 这个年轻人都喜欢讲话 很麻烦 常常搞不清楚位置 那我要想请问的是 有关于这个 中国人讲的功夫 刚刚讲的是 就是这个外功 所谓的内功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飞而走壁啊 这个这个这个 轻功啊什么的 有没有这些东西 我现在也没有看过 也没看过 就是但是武侠小说啊 或者听一些老拳师讲啊 是是是是 因为你想想 现在人练武的目的不同了 不同 不同 因为现在练武只是强身 就这么简单 强身健体就行了 但是过去不同啊 过去我上深山里学十年 对 我下来就可以有饭吃了 我有一技之长 就有饭吃了 现在 现在一技之长就 不一定要靠 这个一技之长是吧 可能这个一技之长 还犯法 说你没事 上人家房檐去看一看 有道理 所以过去呢 就是练飞烟走壁 可能一个啦 是过去的人 可能个高一点 再一个过去 北方的这种房子呢 房檐比较矮 比较矮 只要一跳起来 踩一个台阶子 搭一个房檐就上去 可能是不会太难 如果现在我们的楼房 都是一个水泥一块 就没有抓 没有包 就很难 很难飞烟走壁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要学壁虎工了 你知道吗 请问人家的武功 我想人家李先生走遍世界 大概都在解释各种全派 一定这种问题回答得挺腻的 对 您上过少林寺那个山吗 上过 那风景美吗 不错 很好 不错 不错 爬脚城要多长的时间 以前呢 是一个荒山野岭 这样一个寺庙 后山坡有一个达摩洞 哎呀 听讲就是达摩祖师在那面壁九年 有一个石头 石头上印着一个达摩的模样 就说因为面壁了九年 所以日月的那个光滑 照在身体上 能量印在石头上 九年以后 现在流到现在 真的有这块东西 快 像是文佛光山这些 因为有 有游览车 因为有这么多的文化古迹 会很多人都去参观 现在那已经非常的漂亮 是游览圈 那现在那个地方还收不收土地对外 讲真的讲真的 现在收 也收 现在这个少林寺 还是要出家才收了 不不出家也可以收 这样 那他这个 他现在是以什么角度判断说 他可以出山的呢 下山 下山 现在倒没有 一定要 像以前是他 一定要打十八同仁 过十八关的 才可以出山 已经没有这些了 只是说 现在几个同仁就够了 没有 现在只要你肯交钱交学费 就可以学习 学完了以后 毕业了 就可以走了 随时来随时走 随即 个人的意愿这样 也不一定要出家 门外的弟子 他也收的 对 出家弟子嘛 我看电影都太艺术化了 以前要抱那个铜炉 那个炉 对 手上留下那个龙蚊 被烧的 真的有这回事吗 我想这个 都是传说比较多了 演绎的比较多 那还挑妙 万一抱出来下山之后 台北天后宫 他就很难看了 飞行旁又有一个问题要问 李连杰先生 听说您很爱唱KTV 这个告诉我们 您为什么喜欢唱KTV 但是只要上电视 你就绝口不唱歌 这个一定是一个 美丽的误会 因为我从来 说真的 我可能从来没进过 这个 没唱过KTV 也没有看过 从来我不去 那您这样的生活 会不会太枯燥了一点 对啊 你们看我刚才上另外一个节目 他们还送我一个 这个 所谓介绍台湾的整个的 有史以来的历史 一个书 还送我一个本草纲目 这样回去研究研究 那平常都做什么消遣呢 比方说吃 喜欢吃什么样的餐呢 我还是比较清淡一点 虽然真的没有出家 但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比较水果啊 蔬菜比较多一点 油腻的我都不大吃 那点一些糖果之类的 像比方我们喜欢吃葡萄干啊 芒果干啊 零食我也很少 太甜的也不行 因为如果真的 水果比较喜欢吃 真的吃得很胖的话 可能跳一跳不动 打也打不了这样 水果部分喜欢吃 水果 比较喜欢吃苹果 这时候一定四足有鹰啊 苹果 没有北方的苹果很好吃 又大又脆又甜 也不完全正确 也不完全正确 有的是很小 有的是很小 您这不是找麻烦吗 味道很鲜 大有些东西就是这么大 有些小 刚才啊 您说到这个练功啊 这个练功有没有要看这个骨架子的 对对对 说师傅不随便收人 你看我们三个哪个最适合练功夫 他的身材 他的身材跟我的身材 对 其实没有现在的 现在的一个 只要交钱就可以了 只要交钱 因为我在圈内也是直爽出名的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我老婆也离开我走了已经 有什么功夫就是我专门练 然后可以维持家庭幸福 中国人应该是什么都有的 是不是 这方面我 这个我也略知一二 大师 看书看得多 不过我们私底下 我可以送你两本书 让你慢慢研究研究 我还有录影带 我先交钱拜师傅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李连杰先生 到我们节目的百忙当中啊 这个特别 这个赶快抽出时间来做访问 那您的新戏啊 这个据我知道 非常有看头 而且这部戏 观众朋友是很熟的一部戏啊 金武门呢 那么从 有李连杰先生 在他的这个身段 跟他的这个想法 重新拍的一部戏 一定很有看头 在这边先预祝您的票房 这个高棚满座啊 这个一马当仙 谢谢 谢谢 其实就是提醒 提醒年轻人告诉他 我们今天的这个 平平和平啊 快乐的时光不容易 我们啊 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 受很多人 日本人欺负 其实我们要珍惜今天 美好的和平 太好了 我们掌声给李连杰先生鼓励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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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的安妮 哪里没得皮 哎呦 真真真 吴哨地皮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37